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说Linux视频教程 我是沈昭老师 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和我们兄弟联的官方问谈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进行交流 本节课我们继续来讲解Linux软件包管理当中的第二小节内容 RPM命令管理 那么上节课我们已经知道了RPM包的命名规则和包的这种依赖性的这种问题 那么本章我们就来系统的学习安装命令升级命令和卸载方法 那么在学命令之前 我们还要再区分一下包全名和包名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包全名指的是这个光盘当中所有的这些包的包括版本 RPM结尾的整个完整的包名 包名指的就是它的这个英文单词 那哪些地方到底是跟包名呢 哪些地方跟的是包全名呢 我这里说了 如果操作的是没有安装软件包 那么必须使用包全名 而且要注意路径 因为啊 这些包没有安装 我要打算操作它 我得让Linux系统可以找到这个包 那这个时候不光要写完整的包全名 而且我们的所有的包都在光盘这个目录当中 在光盘的package里面 你还要注意路径 让Linux能够找到这些包才可以直接安装 所以啊 什么情况下使用包全名呢 一般是安装和升级 因为安装和升级这两个包 这些包都没有安装 操作的是未安装包 所以用包全名 那包名呢 什么时候用呢 我们操作的如果是已经安装好的包 这个时候因为包已经装过了 系统只要告诉它包名 它就可以搜索到这个包 所以不用再写包全名 那它去哪里搜索呢 它实际上是去搜索 蜡下 类不下 APM这个目录当中的数据库 我们看一下 这个目录 CG的 蜡下 APM 蜡下 类不下 APM这个目录当中 这就是这个目录下的内容 这些目录下的文件 都是二进制文件 不能直接用维尔打开 只能用相应的命令来塑行 那 因为呀 我们的操作的只要是已经安装的包 它是到这个数据库当中搜索 所以呢 就不需要写绝对路径 在任何位置下 执行搜索命令都能找到 那什么样的命令跟包名呢 比如说 查询 卸载 这些命令操作的都是已经安装过的包 所以呢 只写只写包名即可 那这就是包名和包全名的应用的位置 没关系 不太明白 我们讲的时候 来慢慢看 举几个例子 那么 我们先来讲安装 安装命令是 RTML -RVH后面加包全名 -I是Install 安装 -V是Webs 显示安装进 安装信息 -H是哈希 显示安装进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还可以加一个-no-dips选项 注意 -RVH是一个习惯用法 只要是安装 一般是三个选项 联合应用 那么-no-dips只是 不检测一项 我们已经知道 软件包 RTML包是有依赖性的 那我觉得依赖性非常烦 我安装的时候 就非要写杠杠-no-dips 我不检测 可以吗 各位 当然不行 依赖性是有它的这个原因的 你的底层包不装 上面的软件包 就算装上也不能用 所以 虽然有杠杠-no-dips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安装 或者卸载的过程当中 使用了不检测一项性 要不然 你的软件包 就是装完不能用 要不然就是它的底层功能 缺失很多功能没有 或者干脆就起码 换句话说 这个选项 只能在做实验的时候 进行应用 好了 那我们装一个包吧 我们装一个包 我们说了 所有的RTML包都在光盘当中 所以我一定要进入到光盘部落 当然 我要先确定一下光盘是否挂载 我们可以看到 S20挂载到了MT49中下 文件系统是ISO96600 全线是指图 那这个光盘已经使用了 所以我们只要进去 然后呢 进到Packers幕后下 所有的RTML包都在这里 那么我们说了 安装啊 操作的是未安装包 所以要用包圈名 而且要注意我所在的路径 你要不进来 就在用绝对出去 好 那我们安装 RTML -RVH 打算装Apaq Apaq包很多 哎 后面的版本我根本不记 没关系 Linux啊 是支持一个 是支持一个 Tip键的 只要NTip键 就会列出所有 以Apaq开头的这样包名 那么这些都是Apaq的必须包 一般情况下 先装主包 再装它的附加包 那我们装Apaq 装它 Aro 错误的依赖性 装Apaq 依赖这个包 这个包 这个库文件 这个库文件 好吧 那就老老实实照着装 装依赖APR -UTO -LDAP 这个包 哎 看啊 只要打这个包名 NTP键 就会找到 回撤 好吧 安装这个包 还依赖这个包 哇塞 简直是痛不欲生啊 这就是Apaq包最大的问题啊 还依赖 这个UTO 1.3 好吧 还依赖 我们再来看啊 这就是 对了 这里依赖的是一个模块了 是一个模块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就没有以这个包的明明 那我们已经讲过了 模块的解决方案是 打开 IPMFan的网站 在这里 在这里输入 你要装的这个包 搜索 好吧 拉到最后 这里看到 在三段S5.10当中 需要装 APR 1.27 这个包 好了 那我们就 来吧 APR 没办法 谁让我们要 这个版本不一样 我们版本更高 无所谓 啊 这个终于能装了 APR装完之后 那就证明 APRU2应该可以安装 按上一步 安装APRU2 APRU2 安装完成之后 证明 APRU2 -LDAP 可以安装 好了 这就是依赖性能 好了 忘了 刚刚其实是什么 往上拉 装这个 依赖这个包 依赖这个包 刚刚依赖了一大堆 我们终于把这个包装上了 那他还需要 事先安装好 APRU2 那也就是说 我再需要安装 HTTP TO 好了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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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不依赖了 现在我也不记得 他还依赖哪个包 那怎么办 把APRU2再重装一遍 他如果还有依赖的包 他就会继续包装 哇 好像是把依赖性解决了 好吧 我们的APRU2 就装上了 注意啊 这里 大家注意 他会出现两个百分之百 这个紧盗信息 是说明APRU2的一些相关的注视内容 这是-V选项显示的内容 这个 PREPARE和APRU2 PREPARE是准备的意思 这块如果看到百分之百 并不证明APRU2 而是要看到第二个百分之百 证明APRU2 这些百分之百 是-H选项 也就是哈希的作用 哈希的作用 其实就是用这个锦号 来代替安装进行 哎 这样的话 我的APRU2就装完了 还算不错 我们才总共依赖了三四个包 那如果碰到一些 较为复杂的依赖性的时候 那么就有可能会依赖 更多更多的依赖包 但是啊 我们就要记得 APRU2 光装APRU2 这个包不行 我说了 还有两个包 Diver和Manuel包 这两个包都需要继续安装 装完之后 我的整个APRU2 才算是安装完成 那么 惨了 这个Diver包 它又依赖于 APR-Diver 还得装它 那装完了这个 还依赖APR-U2 -Diver 还得装它 哇塞 好吧 没啥说的 DB4 -Diver 好吧 啊 我被它折磨崩溃了 我受不了了 我不想装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么多 这么多 大家发现了 这就是手工安装 APRU2 命令最大的问题 好了 我们就装了这 当然啊 因为APR-M包 APR-C装完之后 它这两个附加包 没有装上 APR-C的功能是受限的 但是因为APR-C的主包装住了 所以它的基本程序是可以使用 基本程序可以用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哎 我们留了吧 留了哪 我们说了 我们的亚母命令管理 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个依赖性 那我们后面讲到亚母的时候 就会发现 亚母多么痛快 用它简直是 感觉世界一下都美好了 这样一个感觉 那我们这里啊 把主程序包装上 演示一下 它的依赖性的环锁之术 就可以了 当然大家在做实验的时候 如果你有兴趣 看一个一个来装 如果碰到库文件依赖 如果碰到库文件依赖 哎 比如说这样的库文件依赖 去爱拼饭的网站搜索 总能装上 只是麻烦而已 这里我就装到这儿 我已经把主包装上了 这样的话 我的阿帕奇主程序包 正常使用 没有问题了 好了 安装 安装 就是这样 注意 安装一定要 包全名 如果这块写包名 系统是不知道你要装谁 所以会一定会到错 安装说到这儿 看看升级 升级啊 其实跟安装非常类似 只是把-i 换成了-大写用 注意 Linux是严格区分大小写 所以这块写大写 如果你写成小写 就会到错 大写是upgrade 升级的意思 那就说 我们如果想要升级 你需要有一个 比当前系统版本当中 已经装好的这个包 更高级的包 那我们现在用的 都是光盘当中的包 所以阿帕奇的这个 没有更新版本的包 这条命令我们不演示 它的过程跟安装 完全一样 甚至我们有时候 可以用UVH来取代 IVH 都是没问题了 那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知道 用它来做升级 那有安装 有升级 当然应该有 卸材 卸材 首先注意 根本是包名 原因 它是在后台数据库当中搜索 已经装过了包 所以只跟包名 系统就能找到 其次选项是 杠义 它的意思是 卸载的意思 那我们试一下 还卸谁 刚刚的阿帕包 阿帕奇包 注意 卸载命令 就不需要一定 在这个目录下执行 而且只跟包名 原因很简单 我们说了 它搜索的是后台数据库 所以在任何位置 都不能找到这个数据 而且啊 因为装完之后 系统可以 只通过包名 就能找到它 所以只写包名 好了 这样的话 就会把阿帕奇卸材掉 卸材掉 那 那我们说过啊 我们说过 阿帕奇的 与阿片包的依赖性 是这样的 装A包 先装B包 装B包 先装C包 那卸的时候 就应该先写A包 再卸B包 再次最终写C包 那刚刚阿帕奇之所以 直接全部就能卸材掉 那是原因 它没有包依赖于阿帕奇 阿帕奇只是依赖其他的包 它就是什么 第一个包 刚刚装的包都是B包和C包 都是被阿帕奇被依赖 都是被阿帕奇 有点晕 有点晕 那这意思就是说什么 依赖性非常讨厌 非常讨厌 这就是阿片包依赖性的问题 刚刚其实阿帕奇没有装去 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不再浪费时间了 有兴趣的话 一个一个 那么我们用圆马包 用YAM包 其实说就可以方便的解决 我们后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么本章 我们讲了阿片包的 全名和包名的区分 讲了安装命令 申请命令和卸载命令 其中让人痛不欲生的 我们的这种依赖性 大家也有了初步了解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来讲阿片包的查询方法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汐车Linux微信公论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